我们就来看一下在520倒数前的一连串的形势 昨天我们讲的信息含量都很大 今天看到台湾议题它的流量也很高 大家记得没有跟上上网补一下课 然后5月11号大陆052D驱逐舰利水舰 继4月22号之后又出现在澎湖的周边海域 然后我方的成功级巡防舰张迁军舰 它的型号1109进行了监控 那当然在海上很现实 就是比大小比多少 那利水舰它的大陆利水舰排水量7500 那我们的张迁舰是4105吨 那注意的是我们在昨天讲到了金门模式 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大陆一个官媒公众号谈到了金门模式 试用台海之后几乎是大陆全网都在引用 都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此刻的两岸关系 所以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预言 金门模式接下来就是马祖 接下来就是澎湖 一个一个然后到台海 就说时迟那时快 好像澎湖又开始了 然后我们的台湾ADIZ粉专就公布了一个讯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陆的这个利水舰还向我们喊话 喊什么话呢 中国台湾这个1109舰 我是157舰 请注意你的位置 向东调整航向 跟我保持安全距离 还有这个喊话的过程 好在此同时呢 520倒数 那路透也公布了一个讯息 说台美之间有一场秘密军演 是所谓的四位消息人士的情资 内容是什么 这个演习涉及了多项军事资产 双方的阵容呢 大概是六艘海军前舰 还包括了护卫舰 补给舰 支援舰 参与这场围棋数天的演习 目标是什么 演练通讯 加油补给等基本行动 当然人数没有讲 这个舰艇六艘 大概讲了西太平洋 那确切的时间跟地点 并没有标注 那还有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说 这是一个非正式存在的演习 什么意思 意外的海上相遇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造句 打个比方 这就好像我在这家餐厅吃饭 你刚好在这 所以看起来就是我跟某人同桌 给个说法 不起而遇 因为这毕竟是敏感的 然后呢 在大陆外交部 刚刚的记者会当中 已经立刻有所回应 那大陆外交部一样 把过去的一贯主张 全部抛了出来 我们的国防部也证实 的确是这样 台湾海军四月 是按照海上 不预期相遇行动 准则执行了例行演练 好那同一个时间点 因为它的时间是四月 这整个所谓的秘密演习 时间是四月 现在五月中 在520倒数前才公布 你记不记得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曾经讨论过一题 山东舰呢 本来停靠在这个军港内 突然之间失踪了 跑到哪里去 它的整个战斗舰艇 也消失无踪了 现在回过头去一看 那当时就说 到了台湾的东部海域 是不是接起来了 亮哥怎么看 这个事情 其实比较诡异的是 他主动去放这个消息 那他说是 没有计划的巧遇 就好像我在吃饭 结果我刚好跟你同餐厅 这个大海那么大 能够巧遇这几率极低啊 这个几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不到 所以难以想象没有事先的 互相的通气啦 不太可能 我认为不太可能 也许是双方没有讲直接的位置 可是大概有讲经纬度吧 一定有啦 不然不太可能巧遇啦 因为实在是难以想象 那为什么要放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就是 美国透过台湾放消息说 因为这个消息的来源 他没有讲 那就是在跟大陆讲 说我们会关注台海情势 那可是他又不能够说 我已经进来了 因为进来了就是直接违反 这个建交三公报啊 不能够协防啊 那可是他又要让你说 我事实上 有在跟台湾军方进行一些 这个 你懂我懂的合作 大概是这样 可是 就是这个时间放这个消息啦 这个 不因为一直有一种传闻啊 就说 美国一直在放话 一直在警告啊 说希望大陆 在520期间不要有事 我们在台湾都感受不到 对不对 那我记得赵春山老师也说啊 说两岸目前看起来没事 可是随时都有大事 这是赵春山老师讲的 我认为美国大概也是这样子看 就是潜在的 会立即扶上的矛盾 其实很多啦 虽然讯息有相当的模糊 但是他还把阵容 大概告诉大家 总共双方是六艘嘛 不知道台几艘没几艘不知道啊 对可是他也没有讲距离多远 对 对不对 他也没有讲距离多远 对不对 那你要说什么样的范围内 好像在共同演习 对 这个坦白说如果有 真的是有打招呼的演习 也可以距离有一段啊 我可以说都在同一个海域内在做演习啊 因为他 所以是不是演习还是说同一个时间出现就算了 没有他故意这样写了 事实上你看大陆有时候在公布那个演习的区域也很大 对 那事实上彼此都看不到彼此的位置啊 所以我他这样写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目视距离内的演习 还是说大家都刚好在某个经纬度内 那是可以构成一种演习 对所以延续呢是什么通讯嘛 加油补给嘛 所以都不是作战 他又要强调说是后勤的演讯 那不仅不是作战 事实上历来 历来美 比如说那个 美国如果在周边演习的 像环泰军演 我们台湾也不能够有作战的系统进去啊 包括军舰啊 通常就是观摩啦 或者是 大概都只有医疗的部分在参与而已 所以 不大概就这样 大概就让他位置更近 可是这个新闻啊 其他媒体没有跟进 就只有路边社 路透社 因为路透社登这种路边新闻 已经很多次了 对 他而且他这个新闻很诡异哦 没有名字 对 他就写Rooters 这个其实上是很不寻常的 因为我知道有几个记者 是配合我们国安会的一些人 在放消息 那比如说选前那个五月天那个事件 那个乌龙事件 那那个是剧名的 可是这个新闻没有剧名 对 没有剧名 那没有剧名就变成搞不好是 就是直接 报老板那边得到某个来源的通知啊 然后就直接发稿了 这也有可能啊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